韩庚 一开始还秩序紧张 但是当韩庚一出来的时候 现场所有人就忘了秩序是怎么一回事 可能是坐了太久的飞机 下了飞机之后呢 韩庚是有点饿了 所以在这个车上的时候 韩庚一直在跟这个随行的工作人员就在聊 说待会我们要去吃什么 而且我们听得出来 韩庚对于这个深圳的各种各样的小吃啊美食啊 是如暑加珍非常熟悉 这也不禁让我们产生了一点疑问 韩庚怎么对深圳这么熟悉呢 原来学习民族舞的韩庚从民族大学舞蹈系中专班毕业后还曾经在深圳歌舞团短暂工作过 对于这段经历韩庚也是记忆颇深 可是由于时间太过紧张 我们提议韩庚重回深圳歌舞团就地重游的计划值得作罢 多年之后 重回这个当初承载着梦想和希望的城市 韩庚的身份也已经大为不同 曾经的舞者如今已经成为华语乐坛的新势力了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 此次来到深圳参加我们的十年盛典 也是韩庚的首次个人秀 梦想重新在这里启航还真的是一段难得的渊源 韩庚本人对此次演出也是颇为重视 从他所带的行头就足以证明了 你现在准备了背首背起身行头 不知道 好多 特别的 最特别的就是夏昂庚 大行李收视妥当 韩庚就马不停蹄地赶往我们在深圳大剧院的彩排现场 到了现场韩庚一刻没有停歇 开始跟导演沟通第二天演出的流程 与舞群讨论舞蹈动作 还对舞蹈配乐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其认真程度可见对首次个人秀的重视了 中文字幕秀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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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慢点 我能听听 你说慢点 我能听听 真的好吗 你挺不会发现东西的 真的吗 你准备的特别齐 酒店就跟我家是 喂 你好 我这个房间上不了我 你不会看 什么电影都看 你最喜欢的电影是哪一个吧 我最喜欢的 对 有一篇 我看了这航空排的那一篇 你看过 未来的吧 应该等吧 我看吧 有时候画一条他就看了 那一般我都看他们 好多歌迷 都去做慈善的那些东西 我挺愿意看他们去推那些东西 喝两肠 吃点米粉 吃点包子 吃点光 要吃点 我吃点吗 我吃点了 吃点满 吃点光 吃点光 这个是面粉 面粉我们量500克吧 好 500克 500克 先把它倒在这里吧 倒进去 要需要多少鸡蛋呢 对啊 我差不多了 两个鸡蛋吧 这就是这个啊 我家太久了管 我现在就可以用这个鸡蛋了 把它倒上盘上就可以了 好 现在我们拿去烤吧 奶油先做啊 先做啊 先做 先做奶油 蛋糕今天做的奶油才好吃 好 我们拿奶油 我给你的奶油 上到 到 到 200吧 200 200 我吃很多吃吗 我吃啊 可以 我们先把它刻成黏的吧 来 我们先把它刻成黏的 接着我们把皮缺掉 好 你有那种咖啡酒我想放吗 也可以 我给你的咖啡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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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对 你这个手艺真不错 没错啊 但我能请得起你 我肯定请你来我的厨房了 一看也就是过来了 拜拜 拜拜 拜拜